哈囉,大家好,我是魚 上次我們安裝了柏臉的智能開關 接著呢,一樣是柏臉的產品 這個叫做RM Pro Plus 這個東西的功能呢,其實後面有細 就是它可以用手機去耀控任何的紅外線可以感應的東西 比如說電視、冷氣等等,只要在它的接收範圍內 那包含說上次安裝的柏臉的智能開關 它有一個射屏技術是跟它可以配合的 那同時它可以再跟Wi-Fi去做連接 不過這東西就必須得插電了就是 好,所以呢,我們先打開來看一下它長這樣子 好,那打開來的話呢 它是一個盒子 這先放旁邊,把它打開 欸,這樣子,然後這是說明書吧,等一下再來處理 這台機器本身 就這樣,這樣小小一台 那你要把它放在一個 因為它會發射紅外線的那個 就是遙控器的那個 那個叫什麼,訊號 所以呢,你要把它放在可以接收的地方 就是像我們對電視做遙控的時候 中間不能打東西嘛,因為那個射線沒辦法轉彎 所以呢,它不像我們一般 可能Wi-Fi或什麼,就有傳統性 所以必須把它放在一個你想要遙控的家電 都可以看得到它的地方 這樣才可以使用 好,那裡面呢,這邊還有附 看一下喔 這個,就有點多 好,裡面這邊還有附它的安裝座 就是可能可以鎖在牆上啊,鐵花粉等等 就等一下來處理 還有,插頭 豆腐頭 以及,它的線 不知道夠不夠長 因為等一下我放的位置 可能會放在衣櫥上面 那個地方,所有的家電都可以看得到它 好,那廢話不多說 我們現在把它安裝起來 看看效果怎樣 我最後決定把它放在這個位置 插上電之後 這個Wi-Fi的燈是一直在閃的 那它的這邊就是冷氣 然後我的正後方就是電視 所以在這兩個電器中間 不會有任何的阻擋 那裝在這個位置 應該是個不錯的位置 安裝完那個東西之後 我們接下來要嘗試著 透過手機的APP 來控制我的電燈 就結合上次的智能開關 所以我們要先下載一下 他們的官方APP 可以到Play商店裡面 去搜尋IHC 其實就可以了 那你就會找到這個 這是智能家庭中心 基本上打IHC就可以搜尋到了 好,我們把它安裝起來 所以等一下安裝 它就開始進行安裝了 安裝完之後呢 我們把它開啟 然後它會要求要一些存現 所以我知道了 允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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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給它允許 不允許就不能用了 所以只能允許 好,這邊的話呢 是要你去登錄 好,那你可以用一鍵登錄Facebook 那因為我有用這個Email先註冊過了 所以我可以直接點這邊選擇 用Email 或者是電話也可以 好,那反正就點這裡 那點了之後呢 這邊是讓你用 郵件 Email 或手機 去註冊 然後如果你輸入這個電子信箱的話 你就可以按發送驗證碼 它就會發一個驗證碼到你的信箱裡面 不過你一分鐘以內呢 要輸入信箱收到的驗證碼 以及你要設定的密碼 所以你可以先想好要設什麼密碼 那你按發送之後呢 跳到那個頁面 就是讓你輸入密碼跟驗證碼 所以密碼可以先想好 那因為我已經有帳號了 所以我可以從下面這裡去登錄 OK,這裡也有帳號登錄 好,我就登錄 那這邊呢 我就先輸入我的Mail跟密碼 來做登錄的動作 登錄之後呢 就會到這個畫面 好,就是我的家庭這個畫面 好,那我們現在來做添加設備 要把我們剛剛的那一台RM把它加進去 所以添加設備 好,這邊應該可以找 那個是屬於智能遙控 好,所以我們點智能遙控 好,這邊就有一個RM Pro跟ProPlus 就點它 好,所以它應該會去搜尋 對不對 喔,好,它找到了 好,那這邊有提到就是 如果你有開的話 你會看到這個 就是第一次使用的時候 它的Wi-Fi等會一直閃 就是我們剛剛安裝完 看到那個情況 好,那這個我現在連的呢 是我這邊的無線網路 記得你的環境需要有Wi-Fi 你才可以做遠程的操控 不然就要搭配手機的網路 好,那我現在呢 就給它下一步 好,然後接著我們要選擇這台機器 要加入的這個網路 好,那當然就是我現在用的這一組嘛 對,所以呢 我在這邊輸入我網路的密碼 然後輸入完密碼之後 再把它加入這樣子 好,我現在已經把它正在添加了 所以我們再稍微等一下 那這個時候 手機應該是直接跟那一台RM去做 連線 好,就是它可能透過的方式 我看到這上面這裡 好,上面這個地方有了 連接的符號 可能是透過這個方式 而不是走Wi-Fi 因為它還沒跟Wi-Fi連線 好,成功進來了 那要幫它取個名字的話 我就叫它 小管家好了 好,輸入完之後 下面有一個鎖在房間 這邊有非常多的房間可以選 那都是英文的 我覺得我自己加一個中文的好 不然的話如果 之後用語音控制的時候 需要唸出房間 這有點麻煩 OK 欸,見鬼啦 這邊房間名稱 請支持中文 那我剛剛外面看到那些是什麼鬼 這些都是英文的啊 慕名其妙 好,沒關係 那我就叫房間 好 就叫房間就好了 不然如果你設我的房間 然後之後你要說 嘿,Google 開啟我的房間的大堂 這樣很奇怪 好,所以我就希望 嗯 但如果不確定 後面Google會怎麼串聯 它的語音指令要怎麼下 只是舉例嘛 那我先設房間 這樣會比較好 好,然後保存 OK,所以呢 就有個房間 好,在這個地方 好,這裡 下面這裡 欸,房間 好,然後小管家都沒有問題 就確定 好,於是要進來了 再來這邊要選擇 控制的電器類型 這個應該就是使用 那個紅外線遙控的那個部分 所以我現在先不要加這個 因為我想要先讓它跟我的 日能開關去聯動 好,所以應該是可以 這邊去加 右上角有一個加 好,應該可以從這邊加 在這裡 加 好,添加設備 對,這裡面有一個 那個開關有沒有 就是他們的智能開關 好,添加設備 那我那一個 它是屬於TC2-1 1就是它上面 只有一個開關 就是1 所以呢,我就選這個 進來之後 我現在需要選擇一個是 我要用什麼東西去控制它 那當然就是用我們的小管家去控制它 好,這樣子就添加成功了 然後 選擇 連接的電器 好,這個的話 我們給它個名字叫做 大燈好了 大燈 好,然後 完成 有啊,輸入了啊 這邊還是要再選吧 比如說 我也不知道選哪一個 我們先選個Cover Lamp 好了 不對啊,這樣不行啊 大燈 欸,這樣就可以了 奇怪 好,先選 然後改名字 好,完成 於是呢 這裡就有個連接的電器 是大根 然後確定 好 確定之後 再來我們要把 這一個 就是 智能的開關 跟我們的 手機裡面設定的去配對 好,所以 說明書上有寫配對的話 就是 按住那個開關 5秒鐘 它會開始閃爍 然後只按下開始配對就可以了 對,所以這段呢 我就直接自己去配對 然後我們就把它跳過這樣 好,所以我剛剛配對完了之後 它現在已經停止閃爍了 所以,是 這樣應該就可以配對完成了 對,現在配對完了 好,然後我們就來試試看 看能不能用手機 控制 大燈的開跟關 好,現在把它打開來 開 欸,有沒有變亮了 好 關 所以呢 目前 我已經可以用手機控制 我們 大燈的部分 那 接下來呢 我再來嘗試 加入 冷氣的部分 好了 好,要加入冷氣的話 我們先 回到這邊 然後選 小管家 好 那在下面這裡有一個 先加電器 OK 點下去 好 那冷氣的話是右上角這個 好 然後點下去 好,所以這邊應該 會有可以選嘛 正常來講 我們看一下 好,進來之後呢 會讓你選擇品牌 那我們冷氣的品牌是三氧的 對 不一定有你家的品牌啦 不過你就先選 好 然後有的話就最好 沒有的話也沒辦法 欸,有有有 有三氧 好,點進去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要你去試試看它 是否是可以正確的使用 好,所以我現在調溫度 完全沒有聽到冷氣的聲音 對不對 對,所以它是沒有運作的 就是沒有效的 就點右邊 如果它有運作的話 就點左邊這樣 所以如果這些控制都OK的話 就點左邊 好,那如果這個沒有運作 所以我就點右邊 然後它可能就會換另外一組 都沒有運作 都沒有聲音 好,所以沒有運作 好,再一次 調溫度什麼的也都沒有用 所以沒有運作 好,那三次都沒有運作之後 它可能就要去重新的 去認識你的冷氣 所以它現在是說 請你用你的遙控器 然後對著剛剛我們那台機器 按電源鍵 在你按下開始 match in之前 OK 好,那我就拿我的遙控器 然後在我按下開始 配對的時候 按電源鍵 好,試試看 開始配對 好,按電源鍵 Oops 我把冷氣給關了 好,沒關係 它這裡也是說 配對失敗了 就是它們沒有這個的按鈕 沒有這個的編滿 好,沒關係 那我們就選 最下面這裡有一個 新增 這個 Customer Air Conditioner 好,選這個 好,那這邊的話呢 我不要叫空調 我叫冷氣 冷氣 好,然後確定 那進來之後 好,我們要自己來設定嘛 比如說我就設定了 開關 所以我先點一下 然後點了之後 請確定這個冷氣是打開的 好,打開 好,下一步 然後 把開關對著那台機器按一下 欸,這樣我的冷氣不就又關了嗎 這樣開開關關好像不太好 欸,剛好在同一個方向 OK,好,它現在接收到了 所以我應該是按開關它就會開或關這樣 欸,對,我按下去它開了 OK 好,所以呢 呃,開關的部分就設定完了 那這邊還有一個夾 應該是可以設定其他東西 呃,這時候變成要確定 冷氣是關閉的 真麻煩 好,反正可以設定其他東西啊 就從這邊 那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這個冷氣是比較舊的 所以它的溫度什麼的 是直接在上面有一個板子可以設定 好,那有的遙控器它上面同時會有溫度啊 然後那個風量啊什麼的 好,你就可以去用這個設定 它會設定幾個比較常用的模式 譬如說二十三多的濕度你就 都要射出來 那就可以直接點那個部分 好,但是以我目前的重點 我只要能開跟關就好了 因為溫度基本上這些我不會去調它 好,那我們就把冷氣也給設定完了 所以現在呢 欸嘿,我可以從這裡面控制我的大燈開或關 像這樣,欸開,就是亮 然後關就關掉 好,那我也可以設定冷氣 我不要再關冷氣了 它一直開開關關好像不太好 對 那我們基本上第二步就完成了 就是使用我的手機去操控這些電器 那還有電視也可以做設定 那我就 電視的設定也是大同小異 我猜啦 應該也是需要透過學習 因為畢竟它這個品牌不是 不是我們台灣的品牌 所以可能還是要透過遙控器學習 那可能就是譬如說 設定開 然後你就要按一下開是哪一個 讓它去配對那個紅外線的變碼 類似像這樣 那你就可以把整個遙控器給學習起來 好,那基本上呢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了 下一步我們就是要去找這個 Google的音像 然後把它串聯起來 讓我可以用講話的方式來控制 這樣的話我基本的智能居家 我們的目標用聲控來控制 就是電燈冷氣電視 就可以完成了 好,那我今天的影片就先分享到這邊了 下一集 再來跟大家看一下我們的Google Home 好,那我要去找一下 看哪邊可以買 因為台灣是沒有賣的 所以沒辦法直接從這個Google的官網買 要嘛可能就是要到新加坡 或者是日本的或美國去買 不過呢 我相信台灣一定有人賣 所以讓我去找一下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這邊了 希望你會喜歡我的水 我們下次見囉